你知道各国总统的身家资产哪个最多吗 是财大气粗的川普 是中产阶级家庭的拜登 还是拥有着轻易豪宅的普京 第二个我们就来聊一聊 各国总统的身家资产到底有多少 首先出场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在当选总统之前 就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根据目前的报道来说 川普最新的资产已经达到了37亿美元 位列美国福克斯富豪榜前400名 他这样的身价 完全称得上是美国最有钱的总统之一 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背后一定是要有强大的金钱支持才行 就在其他总统候选人忙着拉赞助的时候 只有川普小手一抬眼睛一眨 就轻轻松松超越了他们 虽然说川普并不是白手起家 但他从父亲借来的钱还是需要还的 可以说川普能够成为大富豪里面 也是有自己打拼的成分 1999年川普的父亲去世之后 给他留下了约4000万美元的遗产 而他就利用这笔钱发展了约500家公司 名下的酒店赌场更是数不胜数 最重要的是川普很多赚钱的项目都是曾经即将倒闭的产业 他利用低价格将他们全部给收购 然后再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 将这些产业全部给攀活 除此之外他还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 这让他把产业变卖的时候还能从中大赚一笔钱 不得不说川普的商业能力让人为之惊叹 在他当上总统之后 川普声称自己可以不要总统40万美元的工资 因为他一点也不缺钱 每天在家里睡大觉 他就能够赚得比普通人一辈子还多 有趣的是当川普知道自己在福布斯榜单上有30多亿美元的时候 他还表现出来了自己的不满 因为他声称自己净资产有100亿美元 那么川普到底有多有钱 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川普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2017年拜登卸任副总统之后 他的身价已经达到了250万美元 对于不是富豪家庭出身的拜登来说 这样的身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不过在他当上总统的一年之后 他的身价就已经增长到900万美元 除了总统的工资以外 他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来源于他的演讲和书记 而奥巴马退休之后的身价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为自从他卸任之后 竟然从百万身价密集到了亿万富豪 奥巴马卸任之后 他的身价也只有700万美元 但他凭借着到处演讲和撰写自转 竟将自己的资产翻了好几倍 截至去年奥巴马的身价预估已经达到了1.35亿美元 那么除了美国总统以外 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价资产有多少呢 都说普京私底下藏了2000多亿美元的财富 并且还拥有价值10亿美元的奢华供典和私人油品 看到这里 我都觉得这传言也太离谱了 要知道 普京可是一度被称为工资最低的总统 不过随着传言越来越离谱 俄罗斯官方媒体也不得不公布了普京的所有资产 结合普京所有的银行账户来看 它总共有430万人民币 这还是普京从中20年来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财产 普京的名下还有两套房子 一套位于自己的家乡圣彼得堡 而另一套则是在莫斯科 除此之外 普京名下还有四辆小汽车 其中有两辆是苏联时期的嘎斯M21老列车 剩下两辆车则是越野车和拖车 这些资产对于中国来说 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水平 如此来看 普京的资产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来说 确实是少得可怜 但我们都知道 普京不管是当上总统之前还是总统之后 他就一直非常清廉 要不然也不会大力惩治国内的经济挂透 普京之所以能够成为普京 不单单是靠着硬汉形象 而是他对于国家的忠诚 对于金墙的淡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普京清廉以外 伊朗前总统内甲德也同样如此 内甲德世界上出了名的反美斗士 其个人资产也是饱受关注 在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来说 权力就代表了一切 而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内甲德 更是深知金钱的魅力 但经过官方统计出来之后 真相让所有人吃惊了 因为内甲德在担任伊朗总统八年期间 名下最大的资产也只有一个三军式的房子 坦承伊朗历史以来最穷的总统 除此之外 内甲德名下只有一辆标志的车子 并且已经开了十几年仍然没有报废 这一情况让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他们怀疑内甲德将财产转移给了自己的孩子 实际上内甲德的孩子 都只是普通的白领 手里根本没有多少钱 这也是为什么内甲德担任总统八年期间 备受伊朗人民爱戴的主要原因 而下一位总统的身价可就不简单了 苏纳克作为英国首相中最富有的人 名下的财产更是数不胜数 根据福布斯2022年数据显示 苏纳克的身价资产高达36亿美元 但他每次接受采访时 试图将自己的家庭归为中产阶级白领家庭 但他名下的财产却无法说谎 苏纳克在世界各地拥有四处豪宅 总价超过人民币1.26亿元 平常他就和自己的家人们居住在伦敦西部 肯新顿的5G式豪宅 这座豪宅不仅历史悠久 还颇具英伦文化的风格 而且这还是苏纳克上任英国首相之前全款买的房 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难道还能称得上是中产阶级家庭吗 简直不要太离谱好吗 除了苏纳克自己有钱之外 自己的妻子阿克萨塔 还是印度亿万富豪 纳拉亚纳穆尔蒂的女儿 两人可谓是门当户对 不知道苏纳克过没过上没钱的日子 要说到全世界领导人谁最富 我想小萨拉曼绝对有话语权 沙特能够成为一个富裕国家 离不开他们地下丰富的石油 而小萨拉曼访问马尔代夫时 更是一口气将岛上所有的五星级酒店 包下了一整个月 有一次比尔盖茨曾经相中了一艘名字 叫做塞瑞纳的游艇 只不过最后因为这艘游艇 报价了3亿元而放弃 但小萨拉曼一出手就是5.5亿的报价 根本就没有给这艘游艇主人还价的机会 直接将这艘游艇买了下来 不得不说 沙特是一点也不愧对于土豪之名 那你知道还有一位人能够吊打沙特土豪吗 他就是泰国国王马哈 这位国王坐拥400多亿美元 堪称世界最富有的国王 光是他奢靡的加冕仪式上就耗费了3100万美元 除此之外 泰国每年还免费给他10亿美金供他吃喝玩乐 而马哈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国外旅游度假 他的这种生活不就是人人想要的吗 除了这些以外 马哈跟绝大部分的男人都有一样的爱好 那就是喜欢收藏豪车 据统计马哈名下的豪车足足就有600辆 其中还有全球限量版 这简直就是毫无人性呀 好了不说了 小编这就回去睡觉做白日梦 如果你还知道有哪些总统的身价最高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